因為受到疫情影響配合中用疫情指揮中心相關的工業出資 工藝館政府原本在五月份基盤 模範母親代表標榮華東英奧基盤 今年是特別叫模範父親 模範母親還有好人好處代表 作為在父親在政績 來基盤到感恩、行政、幸福在這裡標榮華東 現場氣氛是溫馨有個感情 今年各界所推薦出來的有23位模範父親、23位模範父親 以及15位好人好處代表 總共有61位受眾人接受管護標榮 同時標榮六位都市灣主兵代表 都在都市灣主兵文化發展以及團行推動上不予依裂 未信心中外團體推薦的各位代表 對住路家庭付出競爭關懷和耐心 正常對四名輪行一個主心處境六萬好處的四名台都 都在我們學生 今年模範父親、模範母親還有好人好處代表 作為標榮就在父親節的前夕 那母親節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原來到現在作為標榮 那今天對所有的家庭來講 能夠到這邊接受縣政府表揚 那都是一個榮耀的時刻 那麼透過父親節跟母親節 讓我們的孩子可以對爸爸媽媽說聲辛苦了 那給爸爸媽媽最大的一個安慰 那今天可以說是不管是十八鄉鎮所推薦的 或者是這些身心障礙團體所推薦的 那我想那每一個爸爸媽媽雖然負擔的工作不同 但是一樣的偉大都是無私的奉獻 那我們在這邊也敬祝我們嘉宇官所有的爸爸媽媽 大家父親節跟母親節快樂 頭過外長邀請親友作回回來處理 感謝出來的父母親 母親父親父親父親和父親 並當時表達對好人好處代表的建議 官長王中良代表官民向現場每一位 這中間現場很幸福 並且在這中間進入紅燈的時候 他親親的局長表達建議並且現場前輝 除了共和會眾議員也溫馨的說到 感謝你們有你們真好 你頭過的感恩心情情好在這裡 這個兩中一車已經搖的日子 官長王中良說 讓我們作回回家 用一個雙方一聲問好 對所有受眾人 對上上心節的建議 讓他跟下意 建議宣伯仁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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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訪報道 嘉義優先這個品牌 是必須要走的一條路 有品牌就有責任 我希望能夠帶有嘉義農產品的 適別性跟辨別性 他要負責生產出最安全的食物 給所有的人消費 像上次縣長帶領我們 去那個國道販售 那也很多通路看到我們 會找你去社會喔 會 唉呦 太厲害了 很榮幸 對你們幫忙 我最近聽到一句 最感動的話是什麼 說縣長 要是颱風來的話 我們就賺了 他們就在想說 我怎麼克服 當別人沒有辦法 我有 所以我們就賺了 老一輩啊 種田的人 他們不太計較成本 只問你種出來的東西 你的品質 是不是能夠給消費者 最好的東西 那我想這個就是 所謂的嘉義的農業 漁業跟畜牧業 最好的傳承 就是嘉義精神 這個傳承的責任 就在你們的身上